阳光照在草皮上 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 蛋蛋和鸡仔在操场上踢足球 嘿嘿 看我的超级射门 哎呦喂 蛋蛋 你能不能听准一点 我让你射球门 没让你射我脑门啊 鸡仔捂住被撞疼的嘴巴 原本的樱桃小口都肿成大香肠了 嘴里还掉出来一颗牙 哎呀 我的牙都磕掉了 锤锤迅速从书包里 掏出早上带出门的牛奶冲了过来 哎 鸡仔鸡仔 快把牙齿泡在牛奶里 哎 锤锤 你把我的牙齿当奶茶小料吗 你这是什么种口味啊 哎 鸡仔快点啊 不然来不及了 你还想不想复合你的牙 嗯 那好吧 我就信你一回 鸡仔半信半疑待将牙齿丢进牛奶里 他又摸了摸缺了门牙的牙床 似乎说话都漏风了 嗯 锤锤 我牙齿怎么没复活呢 鸡仔 要补回牙齿还是要去口腔医院 但泡在牛奶里面可以让掉下来的牙齿 再去医院的路上尽量保持生命力 哦 我明白了 这就像是牙齿的救护车 让它到达医院前还有被抢救的机会 嗯 没错 我们的牙齿平常能安稳地扎根在牙龈和牙草谷里 全都靠牙周膜生出的粗壮的纤维术 把它们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我牙齿掉了 纤维术都被扯断了吗 是的呀 不过呢 别太担心 当牙齿再种植时 牙周膜细胞中的纤维细胞膜们 会重新组成完好的纤维术 再次紧密连接牙草谷和牙齿 哦 所以牙周膜细胞能活着 才是修复牙齿的关键 嗯 是这样没错 但牙周膜细胞在干做的情况下 很快就会死亡 所以要把牙齿保存在 和体内环境相似的液体中 最方便的就是唾液 那我含在嘴里不行吗 你就不怕不小心吞下去啊 鸡仔 含在嘴里也可以 但你能不怕疼 还要准确地塞进牙眼里 咬牙坚持到看医生吗 最好的液体是牛奶 因为它不仅是渗透压值 和PH值合适 其中丰富的钙离子 能更好地保存 牙周膜细胞的活性 哎 我的牙周膜细胞 你们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啊 另外 我们最好在黄金半小时内 赶到附近的医院修复牙齿哦 事不宜迟 我们赶快出发吧 锤锤 蛋蛋和鸡仔 火速赶往了最近的口腔医院 医生替鸡仔重新种植上了他的牙齿 鸡仔 对不起啊 哼 蛋蛋 你下次踢球要看准点再踢呀 我请你吃饭吧 就当是跟你道歉了 哎 那我要吃999块的海鲜蜘蛛大餐 试试我新鸭的威力 啊 鸡仔 排种植的新鸭尚未稳过 还很脆弱 最好呢 是吃汤 粥 这种流食 哈哈哈 鸡仔 为了你的健康 我请你吃9块9的海鲜粥吧 文心提示 平常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磕朋友 万一不小心磕掉了牙齿 可以试试垂睡的办法 把牙齿抛在牛奶里 赶往医院修复 我是你的趣味随身小百科垂睡 我们下次见啊